减肥人士想必经常听说 节食不利于身体健康 运动才是正确方式 什么都不吃更不可取 可你敢信吗 减肥最有效的方式 竟然真的是节食和断食 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减掉多余脂肪 还能减少患糖尿病 癌症的几率 甚至增加寿命 难道长寿真的和饮食有关联吗 这一切还要从一个 匪夷所思的发现说起 1929年到1933年间 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 最严重时期 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 却显著延长了6年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 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怎么会更长寿了呢 康奈尔大学的营养学家们 随即展开了动物实验 通过严格控制动物喂食 他们惊讶地发现 吃得少甚至不怎么吃的动物 寿命跟正常动物相比 延长了很多很多 坚持控制饮食的实验鼠 能比普通鼠多活10个月 这听起来或许不多 但实验室的平均寿命 也就两年 10个月换算为人类寿命的话 相当于多活了30到40年 这个数字无疑是惊人的 所以如果把这种方法 应用在人类身上 会不会收到同样的效果呢 康奈尔大教授在过去10年间 仔细研究了那些 每天严格控制热量摄取的人们 结果发现 他们和我们简直像两个物种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 可真实数据的确让人惊叹 老乔是一位严格进行热量摄取的人 他吃的食物都营养丰富 热量极少 早餐就是一碗草莓 蔓越莓和苹果皮 因为苹果95%的营养成分都在皮里 剩下的就都是糖分了 从外表上来看 老乔和我们似乎没什么不同 他的年纪和主持人老德一样 都是50多岁 也就体格看上去精瘦些 于是 不服出的老德打算带他一起体检 看看俩人到底差在哪 首先是体重 163斤的老德无疑比120斤的老乔重不少 老乔的脂肪含量只有11% 跟顶级运动员差不多 而老德的脂肪含量有27% 身体的三分之一几乎都是脂肪 其中 肚子上的大量脂肪 还会增加他患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甚至是癌症的风险 老德听得逐渐焦虑 老乔却异常放松 因为他患那些疾病的概率 只有百万分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也跟着检测一下衰老 那就是紧闭双眼 单脚站立 用力量弱的那条腿支撑 55岁的人平均能坚持8秒 而老德只坚持了6.5秒 老乔坚持了30多秒 这可是20岁年轻人的平均数 因为身体平衡是由人的内耳控制的 随着年龄增加 耳朵结构就会老化 平衡能力就会丧失 所以这种检测方式非常具有科学依据 老德彻底崩溃 不过好在医生告诉他 一切并不完 只要他能保持和老乔一样的饮食习惯 一年 身体就能恢复到健康水平 听到这话 老德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他还是无法想象 自己每天健康吃饭的样子 远离汉堡薯条 炸鸡披萨 甜点冰激凌 想想就觉得人生无趣 所以 有没有那种既能限制热量摄入 又能满足口服的方式呢 教授表示 这个当然可以有 那就是进食 进食后24小时内 人体中的葡萄糖水平就会下降 主要的生长因素 IGF1也会减少 这个IGF1可是跟随衰老 紧密挂钩的 通常 人体处于全速前进模式 细胞会在IGF1的作用下不断分裂 但当IGF1水平下降时 细胞就会转向完全不同的模式 人体会减缓新细胞的制造 转而开始修复现有细胞 DNA损伤也就更可能被修复 人们就不容易患上和年龄有关的疾病 而一向我们身体中 IGF1含量的主要食物 那就是蛋白质 当我们大量摄取蛋白质时 细胞就会一直处于 全速前进的生长模式 长太快 一些损害就不能被有效修复了 根据现实热量摄取的研究显示 少吃能起作用 但作用不大 在减少热量摄取的同时 我们必须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 但这也不是说完全不吃 那样也是不好的 只能说是平时少吃 听到不吃饭几天就能恢复健康 老德非常心动 他决定进食三天半 到时再检测一次身体变化 每天只喝水 红茶 还有一杯五十卡的汤 这过程无疑非常痛苦 尤其是在和同事聚餐时 老德更是可怜巴巴 看起来居然有点挨饿得那味了 地狱般的四天终于过去 在出过血后 老德赶紧饱餐了一顿 虽然很久没吃东西 但他并没有想暴饮暴食的冲动 检查结果显示 老德的血糖降到了正常水准 IGF一直在四天内 直接下降一半 这到大减少了他的患癌几率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种方法 能使体内的代谢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看来进食是真的有效 只是老德还要保持 多蔬菜少蛋白质的饮食习惯 不然这个结果不会保持太久 虽然方法很有效 但进食的过程实在痛苦 老德可不想过一段时间就来一次 所以有没有不那么痛苦的进食方法呢 瓦迪教授对此深入研究 他的建议是隔日进食法 一天随便吃 一天不吃 不吃也不是完全不吃 还可以在中午摄入600卡左右的输果食物 这听起来可比完全进食好多了 并且效果和长期清断食差不多 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方法 不像四天断食 只适合健康人群 另外 科学家们还发现 隔日进食的老鼠保持正常学习和记忆的时间也更长 患老年痴呆的概率也会下降 间歇性饥饿 甚至能促生新的神经元 因为人在饥饿时 感知能力会增强 这样才能获得生存下去的优势 比如记住食物位置的能力等等 所以 相比持续每天限制热量摄入 隔日进食能对大脑产生更好的作用 温馨提示 如果你真的想要进食 首先请咨询医生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进食 比如孕妇和偏瘦的人群 进食对他们来说 可能还会损害健康 而健康的 想自行尝试的人群 这里推荐是用折中方法 520进食 5天正常吃 2天限制吃 这两天的热量摄入 每天不能超过600卡 老德坚持了5周 血糖胆固醇含量 均下降到正常水平 IGF1还是保持了先前的一半 这说明 他的癌症或衰老的几率 也减少了一半 体重更是掉了15斤 不过还是那句话 间歇性进食 并不是对每个人有效 各位 不要盲目尝试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